CNY的特殊鞋款 哈囉大家好 我是小馬 2024年的1月份 我們一定要來給大家介紹一下 傳統的中國新年特別鞋款 Chinese New Year 就是所謂的CNY鞋款 而今年的2024是龍年 小馬找了三個不同品牌 然後各推一款我覺得適合入手的 龍年限定鞋款 今年CNY的特殊鞋款 基本上原價都能夠入手到 所以入手程度並不會太困難 就先從最便宜的Converse One Star 來給大家做一下介紹 Converse這雙鞋子我們可以看到它的鞋盒 是採用紅色非常喜慶 最適合在新年的時候推出 那上面呢有這燙金的Converse Logo 以及在鞋盒上面都有畫上龍的圖案 這個龍是比較Q版比較可愛的風格 感覺有點像花木蘭的那個木須龍 而這雙Converse的One Star Pro 它是以米色奶油去做一個推出 本身有在附贈一組紅色的鞋帶 鞋帶頭都有印上CONS CONS的字體 Converse這雙One Star Pro 特色呢就是用上幾皮的面料 後跟也有Converse CONS的這個字體 看到這個字體跟這個雞皮面料的特色 這種鞋子就是Converse的滑板鞋 是用上藍色這種比較加厚 比較Q軟的這個鞋墊 跟Nike SB一樣 我們看到鞋子內襯這邊 都有做這個繃帶 增加鞋子本身的包覆性 跟Dunk SB一樣 都有這樣子的設計 這個鞋款是可以拿來玩滑板的 這雙鞋子到底哪裡運用到龍年的元素 首先在後跟 兩隻腳的後跟 中間這個地方我們看到了 龍靈的紋路設計 以及鞋子的前端鞋帶扣這個地方 我們看到這是一個金屬的金屬龍頭 非常的漂亮 兩隻腳都有 以及原始鞋帶它非常的漂亮 頭其實它用上了不同線的紋路 這樣子的感覺 就有點像龍的身體這個鞋帶的感覺 除此之外我們看到它的鞋舌 這個皮革的壓印 也有這種龍靈紋路的感覺 跟後跟做的相似 Converse這雙鞋子我覺得算是設計的 蠻適合大眾的 因為它不像平常的CNY 可能都會用到比較大紅大黃 這種比較喜慶的顏色 它是用上了比較低調 平常大家也會喜愛的這種米色 用上一字性的單一色系 並不會因為這雙鞋子可能過完龍年之後 你就不常拿出來穿 本身顏色是完全符合一年四季的鞋款 所以我覺得在買這雙鞋子的時候 你可以享有一些比較特殊的CNY細節 平時的穿搭這雙鞋子都沒問題 那這雙的定價是2980 比平常Converse One Star再貴一點點 畢竟它是一個特殊鞋款 算是還蠻可以接受的一個鞋子 所以推薦給大家Converse One Star Pro CNY的配色 第二雙鞋款我們來介紹 好,Adidas的鞋子 粉紅色的鞋盒上面有著 中國藝術插畫家 阮菲菲的簽名 今年Adidas跟阮菲菲這位藝術插畫家 合作的CNY設計 在這個合作系列 算是推出蠻多鞋型 甚至還有衣服 那小馬推薦的呢 當然就是現在比較紅的 Samba的OG這個鞋子 鞋盒本身我覺得雖然設計的蠻漂亮 但是它用上的紙 是比較薄一點的 比較可惜的一點 這一次聯名的顏色呢 是只有推出黑色 如果想要買白色的朋友 那就是只能夠選擇 Superstar的鞋型 Superstar設計也是蠻好看的 不過因為Superstar鞋款 我小馬自己蠻多的 所以我最後選擇一雙Samba 來做一個購入 Samba這雙鞋款 它的定價是3890台幣 跟平常一般的款式3490 貴了400塊錢 在這400塊錢 用上了比較好的材質 以及比較多的經典細節 我覺得也還可以接受 這一次Adidas算是 走一個比較中規中矩的路線 它在原始的黑色OG上面 做一點點綴做一個設計 我覺得這是一個好事 但是在這樣子的款式設計之下 大眾是喜歡的 尤其黑色跟白色的OG Samba 已經是賣得很好 再加上一點改變 會讓整個市場 對於這個CNY接受度 會提高很多 那軟菲菲這位塔華家 其實也是在國外大有來頭 過去曾跟BVC合作 幫他們做海報設計 軟菲菲本身在歐美地區 也是有一定知名度的 如果你去比較一下 也可以發現 在這一款CNY的皮革 做的比較水洗 有比較多紋路的 一般款式的Samba 它的皮革是比較光滑 比較亮面一點的這種皮革 是有點落差的 這款CNY就是比較有自然的風格 應該蠻多人會蠻喜歡 這樣子的皮革面料 那再來是側邊 也用上了雞皮的白色 三條的設計 在後跟用上了藍色的刺繡 以及粉紅色的繡線 這感覺就是比較偏中國 民俗風格的一個設計 算是融入了一點 中國元素在裡頭 而唯一有龍的設計呢 就在它的斜舌地方 看到軟菲菲 將Original的三葉草Logo 畫上了有這個龍腳的圖案 遠看就有一點像是 一條龍的感覺 而且特別用上了 比較藍綠色系的三葉草 換了一個顏色 來增加它像一個龍的圖案 仔細也可以看到它這邊有三隻鯉魚的一個概念 就象徵著三葉草三個的這個圖案 鞋舌這邊有藍色的圖騰 圖騰就是設計出龍靈的圖案 紋路的細節算是蠻好的 鞋墊也可以看到它的設計風格 也是有這種龍靈圖案的 在原始OG黑色上面去做一點小調整 卻能感受到有豐富的細節內容 算是一個不錯的推薦鞋子 再來 Nike的JORDAN ONE一代OG 我們看到它綠色的尺碼10.5 這雙鞋子定價5,400 裡頭最貴 內部細節一定要給你最好的 我們看到它的襯子 用上了龍的圖案 剛剛Converse啊 Adidas啊 這些鞋款 算是比較中價位的 所以在鞋子的襯子設計 都是用上一般的 JORDAN ONE今年推出的CNY鞋款 是以綠色系為基礎 也就是中國的青龍 來做的一個設計概念 在這次JORDAN ONE的鞋子當中 鞋盒裡面都會附上一個 JORDAN的紅包袋 裡頭呢其實是 給你一個 鑰匙圈 它是有鈴鐺 而且有一個JORDAN MAN的跳跳人 而今年的JORDAN ONE綠色的部分 細節處它都以仿造龍靈紋路的感覺 這樣子的一個設計風格 整個全面的龍靈紋路 都有做一個壓印 不過這種材質還是有缺點的 穿久了這邊 你看甚至我還沒有穿 紋路就已經開始有點掉屑屑的一個情況 JORDAN ONE這種材質一定會遇到的狀況 它只要在這個皮質上面去壓一些紋路 壓一些圖案的話 穿一陣子摩擦摩到這邊 都是會有一點掉屑的狀況 鞋子本身綠色白色 算是一個蠻好搭配的顏色 勾勾紅色 而且它是有點亮色系 會變色隨著光影 有點光澤 後更地方它是用一塊金色的布料去做的 它不像過去是使用皮革 有點吉祥的元素概念 鞋色這個地方它的內部 JORDAN MAN的LOGO 還有一隻金色的龍 纏繞在這個部分 蠻好看的一個設計 看到它的鞋墊 金色的JORDAN的一個LOGO 比較喜慶的一個元素 那我們再看內裡 內襯 用上銀色的斷面的材質 比較柔軟 光澤度質感 都是做的比較好的 而鞋子的部分是灰色的 透明大底細節材質 沒話說都有做到水準之上 JORDAN MAN的設計 它還是比較多元素可以去玩的 那也是跟另外這兩個鞋款比起來 它的顏色算是比較特殊 比較大膽一點 美中不足的就是這雙鞋子 比較貴一些 大尺寸比較缺少的情況之下 它是比較貴一點點 來到了大概原價加 一千塊六千多塊的價格 其實也比去年兔年 ZNY算是好了蠻多啦 不過這款鞋子的發售 也是只有在大中華地區 其他歐美地區 日本地區都是沒有做發售的 所以如果要購買這雙鞋子的朋友 我覺得算是早一點入手會比較好 畢竟這個國外的行情都是200多美金以上 所以這個鞋子如果在歐美地區之後 價格還不錯的話 大中華地區的鞋款 全部都會送到歐美地區去賣 就沒有機會再用比較便宜的價格來入手這隻鞋款 所以今天我們介紹三個不同的品牌 推薦三款不同的CNY中國新年鞋子 從最便宜2000多塊的Converse OneStar 米色的配色龍蚊錄的元素 還有這一雙3890的Samba Adidas鞋款 以及這一雙5400元的Jodan One青龍OG配色 這三雙鞋款你們要入手的話 會選擇入手哪一雙 底下留言告訴小馬你最喜歡的一款CNY 2024年鞋款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記得幫我按讚訂閱跟分享 我們下次見 掰掰